今天是5月1号 祝大家节日快乐 昨天在家里忙了一天 把两个床上被子洗洗晒晒 然后家里所有的鞋子我都刷了 卫生搞了 地也脱了 忙到天黑 昨天刷了这么多鞋子 有的鞋子就擦了擦 有的整个刷了 这是我女儿的一双白色的鞋子 我用纸巾裹了起来 这样晒干了之后 就不会发黄 今天准备到浙江去 去我姐那儿 刚开始放假的时候 叫我女儿说 前两天在家里好好做作业 承诺她带她出去玩的 我正好前两天在家里 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 昨天赶在一天收拾好 就想着今天出去玩的嘛 我看就今天 昨天今天有太阳 后面就变天了 明天是阴天了 后面就雨了 走了快点了 太阳好好呀 这风景真不错 车子好脏呀 从我们这儿到我姐那儿大概要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差不多了 今天还是蛮热的 我把外套都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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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人是反旧 我把外套都脱掉了 刚上高速就堵住了 我想着今天应该车少一点了 今天车也挺多的 这才上高速就不动了 可我这个地方上了高速就不动了 可我这个地方是有点麻烦的 同乡总算到了 还说一个半小时能开到 现在都已经两个小时了 差不多了 现在还有多久啊 还有二十分钟 有点堵车呀 堵车就没滴了 正常的一个小时就躺 正常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十二点多了才到 刚刚吃好午饭 到我姐住宝这边 现在到她门店那边 她们今天也是正常营业的 因为妻子里面帮有关在家心里面 也没有打电梯 还没看到 不能在家心里面 因为妻子比宍了 是尽多一些 那三盏热的 是尽多一些 听说这里有一个国际体育市场 过来这边逛逛 好多衣服呀 这是一个国际批发市场 满载而归 大包小包 这个市场好大呀 还有那一头好多街 我们都没有去逛了 六点了 回去吃饭了 回去了 太大了这个市场 如果不是我姐理人的话 我肯定都要迷路 都找不回来 口又多市场又大